新竹市長高鴻安 因為博士論文案 槓上呂美教授翁達瑞 雙方四度法庭交手劍拔弩張 二十一號議審結果出爐 高鴻安誣告成立 慘遭判刑十個月還可上訴 踢爆高鴻安論文抄襲 翁達瑞這一狀 讓高鴻安再度划鐵爐 根據北院判決理由 比對了期刊和博士論文 發現確實有大幅抄襲情勢 明明自己也清楚 當初卻對吹哨者翁達瑞 提告誹謗有誣告之故意 裁定判刑十個月 不可一顆罰金 這一仗吞敗的高鴻安 也立刻發出聲明 強調當年提告時 美國校方兩度給予論文 無不當之含文 加上知策會提告不受理 都能證明沒有捏造事實或證據 對於判決深感遺憾 也將再提上訴 短短兩個月接連吞敗 高鴻安不只全體上訴 昔日黃金律師團也全遭撤換 將來二審會如何發展 法界政界拭目以待